据北京网经书里发现,近年来,多所高校在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明确,不为部分研究生提供住宿。 例如,厦门大学在2024年招生简章中明确,被录取为非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,和全日制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,学校不予安排住宿。 其中,部分高校明确,不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提供住宿。 例如,北京大学2024年明确,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校不安排住宿。 南京大学明确,2024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原则上,学校不提供校内住宿。 学校给予适当的交通补贴,早在2019年复旦大学就明确,不为专硕生提供校内住宿。 也有部分高校对全日制硕士生实行自愿申请制。 湖南大学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确,实行自愿申请制,针对多所高校宣布不予安排住宿的现象。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,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 一方面,随着高校招生规模扩大,住宿资源有限的问题显现。 另一方面,硕士生作为成年人,高校不为其提供住宿的风险相对较低,因而会选择让硕士生自行安排住宿。 楚昭辉表示,从国际上来看,多数国家的高校不为硕士生提供住宿,甚至一些国家的高校不为本科生提供住宿。 同时,一些高校会为学生提供相对稳定的方言,提供住宿是高校的辅助功能。 而从高校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,不提供住宿应该属于一种常态。